今儿得亏叫我拿住了 要是有一个不差 他岂不是把家底都给搬空了 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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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吃的 好 你 你怎么醒了呢 你看 孙晋升 你偷钱 没有 没有 娘子 你误会了我没偷 我没偷 没偷 你别哭 你误会了 我这半夜醒了 看着柜门开着 我想给你关上 娘子 你误会了 你误会了 这东西都不知道怎么 到我手里了 你变鬼呢 你就是偷钱 没有 没有 我没偷啊 你误会了 过来 娘子 这儿老雷太太 休息 快 快 整日间不学无术 咱外头混闹也就罢了 回来还偷自己屋里的钱 你还要不要点脸 一家的四个兄弟 你看看他们三个 再看看你自己 你就不觉得无敌子戎吗 哥 你拿银子做什么呀 平日里你要使银子 多久没给你啊 干吗还要偷啊 三弟 你这样做 就会让老爷和太太难堪 往后做事 一定要三思而后想 你三弟要有你这份孝心 也不至于到现在这个年纪 还一事无成 来人 老爷 也该让三哥哥说明原委 兴许有难处呢 玉哥说得对 也该听听金哥怎么说嘛 好 那你说说 是什么原因能够让你去投钱 我拿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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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为了做生意 做什么生意 就是那个 就做那个 那个 那个 胡闹 今儿得亏叫我拿住了 要是有一个不差 他岂不是把家底都给搬空了 那可是我娘家留给我的T几钱呢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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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家法 老爷 咱家哥都多大了 你别动不动就用家法 这一棍子下去 以后 他怎么做人呢 犯了这么大的错还不该打 咱们自己家倒还好说 要是传出去 被亲家知道了 那就是我们教祖无方 要收着托马的 老爷 老爷 老爷使不得 你闪开 金哥媳妇 说到底也是你们屋里的事 家丑不可外扬 想两口闹别扭 总不能让外人看笑话嘛 对不对 哥儿 你欠他多少银子 娘赔给他 说话呀 你拿他多少银子 不争气的 太太 到底是我们自己的事 也不能让太太破费 横叔 我不说出去就罢了 那这事就这么结了 老爷 这事先这么结了 你给金哥一次机会 他再也不敢了 老爷 此诺多百二 老爷 横叔都是我的错 太太 金哥偷钱也有我的责任 媳妇回去反省 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 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 你呢 我在想 三哥平时虽有手好闲 但绝不会偷钱 那每月的月曆够他吃喝玩乐了 要说做买卖那是好事 大可从宫都直取 何必偷偷摸摸 拿自己媳妇的钱 分明是不想让人知道 钱的去处 永远拿回来腾涩 好了 别想了 这种事毕竟不光彩 跑根问题也不好 回去吧 不然给你备了塑捞 不行 一家子各个各的 人心岂不散了 我就这样脾气了 不能做事不管 好 那你说怎么办 我有办法 三哥 三哥不是要出门听曲吗 怎么还在这儿啊 明日再听也不迟嘛 四弟 那个 就是 是 有钱吗 钱 没事 没事 随口一问 随口一问 你找吧 三哥 你这鸟笼从哪儿得来的 就是街上买的 也就瞧他做的精细 你这是买的宝贝了 这本是唐太宗 当年御用的鸟笼 什么 四弟 当真 我骗你多甚 书上有记载的 这鸟笼上有笼文 起码得值一百两高了吧 四弟 你告诉我那本书 我真就把它给卖了 卖了 三哥还用在外面找买家吗 卖给我不就得了 对对对对 四弟平日里就喜欢这种稀罕吧 那这样四弟 咱们说好了 就一百两 行 太好了呀 行 我战备至极 三姐姐 三姐姐 这儿呢 来 三姐姐 这儿黑灯瞎火的 你帮我弄这儿来做什么 姐姐 来 这个你先拿着 什么呀 好端端的 你给我银子干什么 姐姐 你就别瞒我了 别人看不出来 我还能看不出来吗 是 虽说你穿金带银地回来 表面上风光 可这些天 你不是一直在筹钱吗 我都瞧在眼里了 这样 这些钱你先拿着 若是不够 我再去凑 来 你胡说什么呀 谁跟你说我缺钱了 姐姐 姐姐 来来来 姐 咱俩打小就亲 你还要再瞒着我吗 你若是现在 连我也不信任了 那就没人能帮你了 姐 来 谢谢啊 没有 可是你千万不能告诉别人 你要是敢说出去 我就撕给你看 姐 你放心吧 别看我这样 咱这嘴大小就特别紧 绝不会说出去的 我知道你对姐姐最好了 我会永远记在心里的 姐 那你赶紧走吧 路上小心着点 你也睡 你也睡 小心点啊 太好了 太好了 随你了 你看看 没睡呢 银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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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